在离开德云社的众多相声艺人中,让人感觉最遗憾的是李京,红河云伟,曹云新是郭德纲手把手传译不同,李京不见德云社什么,他不是郭德纲的徒弟,当年和张文顺,郭德纲与亲一起撑起德云社,台下只有一个听众的事情, 李京也经历过他对德云社有功,离开后,他也没说过郭德纲一句不是,只是以其建议的方式,说在管理上需要有专业的人,对于郭德纲的相声水平也大家点赞,相比何云伟和曹云金的言行,李京应该是厚道人,遗憾的是在当年郭德纲和德云社陷入绝境的时候,李京和何云伟一起离开了,那个时候,郭德纲已经将李京和何云伟戴红了,新夜故事秀这档节目, 这对搭档是嘉宾主持,因为在黛玉山的分歧,加上外面的诱惑,李京离开了,离开德云社后,李京和何云伟红火过一阵,北京卫视也给了两个人机会,央视春晚,北京春晚,以及各档综艺节目,皆能看见这对搭档,两人也有了自己的小剧场,那时候看起来离开德云社是明智的决定, 风光一段时间后,便渐渐归于平淡,昔日的好搭档,各奔东西,作为捧真的李京,虽然还能频频参加北京卫视的节目,但已很少说像啥,而德云社和郭德纲度过劫难,风生水起,当年仰望和云伟,李京的月云鹏,孙岳,颜克祥,张恶伦等人成了德云社的骨干, 尤其是月云鹏和孙岳撤队搭档,袁秉丽京和云伟当年还要红,事业发展平庸,李京在主流相声圈的地位也被边缘化,当年他成名时,描述是谁,喜欢听相声的既人知晓,现在呢,这是一档为相声名家师生结伴的综艺节目,他的众多徒弟和义子都到现场,义子描述站在义父义母身后,徒弟丽京站在后排最边缘,相声圈特别讲究,论姿排配,义子难道比徒弟地位高, 应该不是,如果李京现在在相声圈比描述红,比他名气大,相信合影会离师生结更近,再看一张合影,描述紧挨着师生结,是除了师生结外的C位,李京几乎又是边缘,应该能说明问题吧,最后看一张为师生结祝寿的大合影,描述又是众小辈中的C位,李京在描述一侧,地位一目了然,不说李京离开德云社,到底是不是明智, 单看他的相声,事业发展,可以说是不如以前了,当然